小羊点心铺 开饭咯 亲爱的小朋友 大声的呼喊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你有没有去看过比赛 当我们在场上为自己支持的队伍或选手大声加油时 脑海里就很难会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念头 赞美上帝的时候其实也要这样哦 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宇宙无所不能的神 祂喜悦我们专心依靠祂 只是我们很常把注意力分散到眼前的问题 杂物或者生活的琐事上 但是当我们大声赞美欢呼时 就能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重新对交到神的身上 而上帝的心意也就会更容易的充满我们 让我们明白祂的带领以及一切的美意哦 让我们再来一起背诵这段经文吧 诗篇73篇25节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诗篇73篇25节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要大声赞美你 因为我要专心在你身上 你才是我最大的依靠 是我唯一的天父 我要专心爱你 因为我知道你超爱我 谢谢你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你